桃園一名一歲女童被關愛之家協助送到醫院 不過醫師發現女童不僅得了懦羅病毒 還全身遇傷 警方接獲醫院通報展開調查 發現這一歲女童的母親是非法拘留的移工 目前已經通知到案 母親與照護人都是逃逸移工 做完筆錄後被送往移民署專情對收容 而最先接觸到女童的關愛之家 也配合案件調查 事發在十五號臺北文山區關愛之家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 女童的印尼籍媽媽來臺當監護工 去年日月逃逸失聯 小朋友就由另一名女移工幫忙照護 但女童感染懦羅 昏迷送醫 醫師認為女童身上有不明瘀青 嚴重脫水 體重不足 華裔遭不當對待通報社會局 全身續傷的女童沒報戶口 還在臺大醫院治療 治癒父親因為長期沒照顧女童 警方通知到案後已經離去 只是案件涉及逃逸移工 除了衛福部 勞動部 內政部 移民署等單位 都得進行跨部會合作 防止虐童案再次重演 三地新聞到一場 林俊 台北層報導